大家好,欢迎来到杂学馆,我是Jason 今天我们要说一个让人揪心的案件故事 美国的一名美丽少女被人用最恶毒的手段残害 而凶手在逃避调查期间又对一名台湾女性痛下杀手 虽然最后警方抓住了她 但是面对梁启明案,她究竟能否得到应有的惩罚,还是未知之数 Cotland是位于美国密西西比州北部的一个只有500个人口的小镇 长期以来,这个小镇都是比较安宁祥和的 但是在2014年12月6日,一起超级残酷的血案震惊了整个小镇 当天晚上8点左右,一名镇民在回家的路上发现了路边有一辆汽车正在燃烧 于是他就报了警,消防队赶到之后就开始展开了灭火的工作 因为当时在车上没有见到人,消防员们都觉得 这可能是汽车自燃,车主汽车逃生 或者是车辆被偷,盗贼烧车,消灭证据 于是他们有条不紊地展开了灭火的工作 而一名刚入职不久的年轻消防员John被指示在附近搜索一下 看看是否有车主的下落或者火灾的线索 而就在John往附近的树林里走了没有几步之后 就看见了一个只有在恐怖片里才能够出现的场景 一个全身赤裸焦黑的人影 摇摇晃晃地缓慢地行走在树林当中 就像一具行尸走肉 而John走近一看,居然是一名全身重度烧伤的女性 她连忙跑上前去,抱住了这名已经快要跌倒的女性 可以看得出来,她不仅全身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 她的眼睛也因为大火的炙烤已经完全丧失了视力 但是她靠着无比坚强的毅力,依然在奋力地求生 此情此景让John的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 她连忙轻声地安慰怀里的女性 然后又大声地呼唤同伴们过来帮忙 而一方面为了确定她的呼吸道是否被烧伤 一方面也是想要弄清楚发生了什么 John连声地问女孩,这究竟是谁做的 而这名女性不完整的嘴唇当中含糊地吐出了一个 好像是Eric,或者也可能是Derek的人名 被送到医院之后,这名女性的身份终于被确定了 她就是当地的居民,19岁的少女Jessica Chambers Jessica的生活一直都很坎坷 从小就经历了父亲入狱,亲友惨死等等的磨难 塑造了她坚毅不屈,努力生活的性格 她是学校里的啦啦队员 客余时间还在附近的贝茨维尔城兼职做服装销售 而她身上的重度烧伤是因为有人将燃油 从她的脸上和脖子上浇下,然后点火造成的 而她全身的三级烧伤的面积高达98% 医生们看了之后都直摇头,知道已经回天乏术了 第二天早上,Jessica的母亲握着她的手 和她说,如果实在太痛苦的话就离开吧 不用担心妈妈和爸爸 可以想象作为一个母亲对自己的孩子说出这种话的时候 她的心里有多么的难过 而之后没有过一会儿,Jessica就永远的停止了呼吸 很快的,这起案件就不仅仅震惊了当地人 更是在整个美国掀起了轩然大波 人们都在问,究竟是谁对这样一个阳光又坚强的女孩 下了如此的毒手呢 根据Jessica母亲的回忆 在遇害的当天,Jessica和两个朋友一起度过了一个上午 然后她来到了母亲家里睡了一个午觉 下午晚些的时候她收到了某个人的短信 然后就离开了母亲家 离开前她说要去吃一点东西并且清理她的车 而后警方通过她手机的定位记录和沿途的监控发现 在离开母亲家之后不久 Jessica去了一趟加油站 而这是人们最后一次看见她 随后她的手机显示 她开车在附近的贝兹维尔城停留了半个小时 而后又折返了小镇 随后她在7点30分来到了最后的地点 半个小时之后 路人就发现了她的车在路边燃起了熊熊的大火 警方在案发现场附近的一条路上 找到了被丢弃在路边的Jessica的车钥匙 而在钥匙上面采集到了一名男子的指纹和DNA 但是当时在警方的数据库里 并没有找到任何已知的男子 而按照Jessica在烧伤后说出的人名 警方把周边地区里所有叫做Eric 或者Derek的人都调查了一遍 但是没有找到任何的嫌疑人 而Jessica的男朋友Travis 当时也正在坐牢 所以也不可能是她 警方也试图往黑帮寻仇的方向调查 但是最后也是无果而终 现在看起来最有可能作案的 就是当天下午发短信约Jessica出去的人 这个电话号码是在一周之前才开始和Jessica联系的 证明很可能是Jessica新认识的人 所以她的朋友们好像都并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 而因为Jessica没有在通信记录里备注这个人的名字 所以警方对这个人是谁也是毫无头绪 虽然之后警方悬赏了10万美元来征集线索 但是最后也是无果而终 警方的调查至此陷入了困境 直到一年之后 在乡邻的路易斯安那州 另一起凶杀案的发生 才把这个凶手暴露了出来 在Jessica遇害之后的大半年 在2015年8月 因应在路易斯安那州门罗大学留学的台湾女性肖美珍 被发现死在了自己的公寓里 她身中30多刀 大部分的伤口都集中在脸部 可见凶手有多么的凶残 而就在她遇害的前几天 一名邻居看见过一名面向凶恶的黑人男性 进出肖美珍的公寓 两人还发生过争吵 于是邻居就记下了这名男子的车牌号 而警察根据这个车牌号查出 该名男子是29岁的Quentin Tellis 被逮捕的时候 警方在Tellis的身上搜出了肖美珍的银行卡 还在附近的ATM机上找到了取款时的录像 证明在肖美珍遇害之后 Tellis曾经使用这张卡分几次 取出了2000美元 虽然Tellis辩解说 这张卡是自己从别人手中拿到的 但是警方通过手机的定位记录发现 就在肖美珍遇害的当晚 Tellis的手机一直处在她的公寓附近60米左右的范围 而且在当天晚上 肖美珍的手机曾经给自己的银行打了一个电话 刚接通就挂断了 而紧接着 Tellis的手机也给这个银行打进去了电话 她使用肖美珍的账号和密码进行了余额查询 根据掌握的这些资料可以判断 Tellis当天晚上闯进了肖美珍的公寓 用残酷的手段对她进行折磨 逼问出了银行卡的密码 然后又杀人灭口 面对杀人的指控 Tellis自然是适口否认 不过她对于自己盗用肖美珍银行卡的罪行表示认罪 K看出来Tellis的策略是避重就轻 轻罪可以承认 但是对于杀人的重罪是坚决的抵赖 不过法官也并没有放过她 因为Tellis之前就有暴力伤害 贩毒 逃避警方抓捕这些案底 所以仅仅是针对盗用银行卡这一条罪名 法官就重判了她十年监禁 而检方也快马加鞭地在搜集证据 一旦证据充分了 就会以二级谋杀的罪名继续对Tellis进行指控 而就在路易斯安纳州的警方把Tellis的资料录入系统之后 密西西比州的警方就发现了 Tellis曾经使用的一个电话号码 就是被烧死的Jessica 在遇害的当天下午收到的那个短信的电话号码 于是Tellis立刻也成为了Jessica被烧死的案件的第一嫌疑人 面对警方的审问 Tellis承认 自己是在Jessica遇害前几周认识她的 很快的两个人就发展出了亲密的关系 不过因为Tellis有黑帮背景 所以Jessica就并没有告诉自己的朋友和家人有关于她的事情 Tellis说在Jessica遇害的当天 自己只是在早上和她见了一面 之后就一直没有联系了 但是警方掌握的手机定位记录显示 Tellis和Jessica的手机在那天下午一直到晚上的7点30分 也就是Jessica出事前的半个小时始终都在一起 所以她所说的当天只有早上见过Jessica的说法明显是在说谎的 第一个谎言被拆穿之后Tellis晚上就又编了第二个 她说当天下午她确实陪着Jessica逛街了 不过在晚上7点左右也就是案发前的一个小时 他们就分开了 然后她的一名叫做Mac的朋友开车来接上了她 当天晚上他们都在一起 但是警方询问了Mac以后 她却说在那天晚上她去看了球赛 根本就没有见过Tellis 她有当天那场球赛的票根作为证据 于是Tellis的谎言再一次被揭穿 随后她马上就编造了第三种说法 那就是当天下午 她和Jessica去了附近的城里吃了些零食 而他们返回镇子之后 Jessica就把车停在了她家门口 然后两个人在车里听音乐 直到傍晚7点30分 她下车回家 而Jessica开车离开 半个小时之后遇害 但是我们之前就说过 警方掌握的Jessica的手机的定位记录显示 她的车根本就没有去过Tellis的家附近 而是从一个加油站附近 直接开到了遇害地点的 所以Tellis的第三版谎言 也很快就被揭穿了 看见自己怎么说都是错 Tellis之后就一直保持沉默了 而既然Tellis不愿意开口 那么警方也就只能够自己去寻找答案了 他们采集了Tellis的DNA 和在案发现场附近发现的Jessica的车钥匙上的男性DNA做了比对 证明完全一致 而当时这串钥匙被丢弃在一条小路的旁边 而这条小路刚好是从案发现场通向Tailis的一个妹妹的家里的 而警方调取了附近的监控录像之后发现 在7点50分左右 Tailis的妹妹的车来到了Tailis的家 停留了几分钟之后就又往案发现场的方向开了过去 而且在同一天Tailis先后换了三套衣服 似乎是有意地在掩饰自己的行踪和身份 而就在Jessica遇害之后没有几个小时 Tailis就删除了自己电话上所有和Jessica之间的通话记录和短信信息 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也有些晕 总结一下就是 直到Jessica被害前的半小时 手机记录都显示Tailis就在她的身边 而至于Jessica遇害的时候Tailis究竟去了哪里 她撒了三个谎 而到最后也没有说清楚 Jessica死后Tailis火速删除了和她之间所有的联系记录 然后逃跑去了路易斯安那州 有这么多解释不清的疑点 要说她和Jessica死没有关系 鬼才会相信 而之后警方恢复了Tailis删除的这些短信 发现在Jessica遇害之前的几天 Tailis曾经多次在短信里要求和她发生亲密关系 但是都被Jessica拒绝了 而在Jessica遇害的当天 Tailis更是四次在短信里提出要发生性关系 也都被拒绝了 根据这些信息 警方渐渐还原出了当天惨发生的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当晚在和Jessica道别的时候 Tailis因为自己提出的要求多次被拒绝 而恼羞成怒 于是她伸出手去掐晕了Jessica 为了逃脱伤人罪的惩罚 她开着Jessica的车来到了起火的地点 下车步行来到了附近的她自己妹妹的家里 开了她的车回到了自己的家 拿上了点火的燃油 然后又返回了现场 她把油泼到了Jessica身上 又点了火之后就逃离了现场 而Jessica在大火中因为剧痛醒来 从车里逃了出来 进入了树林 然后才上演了故事开始时那惨烈的一幕 2016年2月 检方把Tailis从路易斯安那州引渡回到了密西西比州 以谋杀Jessica的罪名正式对她提起了控诉 2016年底 针对她的审判开始了 虽然密西西比州保留了死刑 但是检方为了提高定罪的成功率 最后他们决定只寻仇对Tailis终身监禁的处罚 但是Tailis依然坚持声称自己是无辜的 法庭上她的辩护律师也说 警方掌握的所有的证据都是间接的 是建立在猜测的基础上的 而且就连Jessica自己也在现场说了 凶手的名字叫做Eric或者是Derek 所以显然Tailis是无辜的 不过检方对此也是由备而来 他们找到了一组医学专家 他们说 鉴于被发现的时候 Jessica的脸部 喉部 还有嘴唇都被重度烧伤 舌头也肿了起来 这让她很难准确的发声 尤其是像是C和T这样的声音 而证据就是 急救人员赶到之后 Jessica曾经说过自己的名字 她的姓是Chamberth 但是当时她说的是Jambers 所以很有可能她当时想说凶手是Tailis 但是因为严重的伤势让她说错了 而且检方检查了Jessica的手机 发现她在遇害之前的30天内 都没有联系过任何叫做Eric或者是Derek的人 就这样控辩双方分别抓住对自己有利的观点 在法庭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这种情况很明显的也影响到了陪审团 在2016年11月要宣读判决的当天 陪审团把他们的决定递交到法官手上的时候 上面居然写的是无罪 这很明显也出乎了法官的意料 他没有宣读结果 而是再次和陪审团员们确定 这个判决是他们一致认可的吗 然后发现是陪审团员们对规则的理解发生了偏差 事实是他们当中有一些人认定Tailis有罪 而有些人坚持Tailis是无罪的 在讨论当中他们互相都无法说服对方 而规则上说必须所有人一致认同Tailis有罪 才能够判处他有罪 于是陪审团认为鉴于他们无法取得共识 所以只能够裁定Tailis是无罪的 不过很快的法官就和他们解释说 就算是无罪判决 也必须是陪审团一致认定无罪才能够成立的 于是陪审团们又一次回到了讨论室 几个小时后他们还是无法得到统一的意见 最后法官只能够宣布审判无效 于是在两年之后的2018年9月 法庭又进行了第二次审判 但是这一次陪审团还是无法得出一致的结论 审判又一次无果而终 而究竟会不会有第三次审判 检方也说不清楚 人们对此都很失望 有些人悲观地认为 属于Jessica的正义可能永远都无法到来了 在2018年底 路易斯安那州的检方又把Telis引渡了回去 因为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材料 准备就萧美真遇害的案子 对Telis提起谋杀的指控 但是具体的审判日期却一拖再拖 直到今天也没有确定 只能够希望负责萧美真案件的检方 这一次能够把证据准备的充分一些 能够顺利地给Telis定罪吧 因为如果在这件案子上她再次脱罪 而Jessica被害案的检方 又无法发起第三次的审判的话 在2025年 Telis服完她盗用信用卡被判的十年刑期之后 可能就要大摇大摆地出狱了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再次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